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中国从历史上就有宁与友邦,不与家奴的传统。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,但是慈禧老佛爷当年就解释过, 说你看咱们大清,不管什么场合,政府都说自己友好开放, 对谁都张开双手欢迎,这是为了挣脸。 所以你对外人越好,越能展现皇家风范,而对内则不一样, 普通草民你若对他们太好,便容易腻了主刺分寸,乱了钢技,失了体统。 所以对百姓越差,让他们越怕你,越能展现王法无情。 而这一套对外装孙子对内撑打爷的内殖民逻辑, 慈禧用过了,现在改庆丰用了。 你还别说,招牌换了,但是包子的馅还是地道的封建主义。 这不嘛,这两天王公公,啊不是,王外长,就在中非合作论坛上表示啊, 中国将励志与非洲国家共同发展,为了感谢人家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坚守。 所以决定免除非洲十七国,截止到2021年年底,对中国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23笔。 可能是上回跟非洲某国账目没对上,闹出乌龙,有些尴尬。 所以这次中国政府没有爆出到底多少钱打水漂了,来刺激百姓。 王毅呢也是小手一挥,坚定的说,中国会坚持帮助非洲,不管是融资、投资还是基建, 都会坚定的站在他们这边,并且反对一切外部势力,干涉人家内政。 呵,这一下就真成了亲兄弟。 但是从09年免除上百亿的数据来算,在通过膨胀之下,这次不得上千亿开头。 你说中国为什么这么上杆子非要援助? 一个是为了所谓的联合国拉拉票,毕竟中国没有大额的实力,可以跟境外势力对着干。 更何况你就算想让他们还钱,人家两手一摊没有,你强制讨要,一下子就不大国风范了, 还不如直接放弃,落个人上人的名堂。 但是很多普通老铁都没有考虑到这一层次,所以纷纷发问, 说凭什么,他们欠的钱就可以不要了。 那中国老百姓都支持所谓一个中国原则,也没看见给谁减免房贷,让大家能免费乘坐铁路。 自己的学生十个人一个宿舍挤着,没空调。 留学生来了,单人大尖,独立未遇,配学办,你这孙子也不能当的这么专注。 呵,这一下政府脸上挂不住了,派出了大量小粉红出了喜地, 上来就指责老百姓格局太小,并且称啊,这是中国的一步大棋。 你看到的投资、基建,这都是有意义的,因为非洲不还,中国就有理由经营这些矿山、 油田、木柴,甚至可以拿喜儿,啊不是,农产品来抵债。 还有港口啊,铁路啊,这都是很有潜力的财富。 你看这大兄弟,理解力满分,免除和抵押那是一回事儿吗? 而且就算你有铁路运营权,握着矿山,人家要翻脸你那点人不够一缩的秃秃。 要知道,中国派出劳力,人家大俄那边直接派兵掐尖,号称保护。 你以为你是老板,最后不过也是打工族。 但是对内中国政府不讲这个,只是告诉百姓,你不还钱上征信, 而且债务继承,老子还不了,儿子还。 但是人家不还钱,不仅中国不敢要,甚至从1960年开始, 自己拉着饥荒,也得把脸面冲锁,这就是友邦和家奴的区别。 不过话说回来,免除债务,中国也不一定就是哑巴吃黄连。 毕竟你说不顺着非洲这个口,那成千上万的外汇怎么帮领导合理的给弄出去。 而且这基建一搞,领导的家属们都顺势有了新工作,平民百姓外派干活, 王公贵族空调房里挂职称。 而且你看现在,中国人口上不去,国务院都成立了全新的促生育委员会, 秉着你不生,有人生的原则,以后引进生育人才,你看这不又赢麻了吗? 但是你说这种大撒币的行为有用吗?当然没有,毕竟要是嘴炮管用,中国早就统一地球了。 就像中国外交部喊的响,军演炸鱼油的忙,也没影响别人接着去谈合作, 甚至开启了17国联合军演,从字面上看,欧亚都覆盖了,那谁没去就是针对谁的呗。 果不其然啊,中国文讯后,联盟加入了大鹅的队伍, 跟前苏联的几个兄弟国家一起,参加了东方2022演习。 看来姓赦还是姓资这个问题,才是国际局势的重中之重。 不过说实话,这些大问题老百姓都考虑不了,因为在央媒大肆宣传说台湾因为中国的行动, 开始没水没电荒岛求生的时候,中国四川、浙江、广东等多地也早就开始断电。 就这官媒还能吹一波,滑稀证券,摸黑交易,电停,人不停。 而中国的经济究竟能不能撑得住这样的奉献精神,相信老百姓心里都有结论。 毕竟咱前两天也说了,社会融资规模直接减半只有七千多亿,政府印了大把钞票没地出, 证明大家对未来都没有信心。 而每分钟倒闭两家公司的速度,谁也不敢说能看到明天的天明。 别说小企业活不下去,这恒大不也破了产,而另一个大公司龙虎也喊着辟谣、坚挺。 但是没准明天就跑路,就连制造业大拿格力的总公司格力集团,一个妥妥的国企现在也开始另谋出路, 居然成立了餐饮公司。 还能说啥呢,与百姓夺食是中国传统,毕竟活着就得吃饭,这也算是握住了人类的最后诉求。 而前两天咱也说了,中国现在超半数年轻人普遍失业,可能是官媒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好听。 为了上演表面繁荣,今天一则新的消息出台,叫制造业万元月薪抢人, 并且把制造业用工荒推上风口,说四线城市都能挣9000,你缺钱就是你不行。 咱先不说流水县工人那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量,就说号称科技强国,鸿蒙系统,到现在不还是着急没人给做代工。 由于政府赤字,再加上中央撒币,这不公务员降薪已经让上海深圳苦不堪言,原来月薪一万,现在不过7000。 但是就这样,依旧不妨碍政府得出结论,称4000后偏好体制内工作,现在什么都比不上稳定。 你说这社会得让人夺绝望,才会让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没有了笨头。 你以为中国人的苦难这就说完了,远远没有,这不是政府缺钱嘛,现在已经打算开始明抢。 就拿北京来说,医保局19号发布消息称,为了贯彻落实中国医疗改革, 从9月1日起,个人账户的资金进行记账管理,参谱人不能自由支取,必须定向使用。 也就是说,之前你缺钱了,这卡里还能拿出来买粮,现在这钱只要是进去,就只能买药。 账既混了就当没有,高啊,真高,这不成了又一个住房公积金了嘛。 反正老百姓没钱买房,那公司里扣的,单位给交的,又进了官老爷的裤兜。 人为刀族,我为鱼肉,道出了中国的真谛。 看着大热天坚持排队取钱的大爷大妈们,耳边似乎又传出了,好日子还在后头。 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感不感,下期再见,拜了个拜。